那当时不是他跟我说 得了挺严重的病吗 当时他社友都有事 然后叫我去 我一看人生病了也没多想 然后就陪人去了 到底是个啥病啊 一个急性肠胃炎 挺严重的病 急性肠胃炎 当时挺着急的 确实 这俩人一上来信息量挺大的 我把有疑惑的我先问了 你承认你不愿意让他跟男生交往 是吧 对 刚才你说的一句话叫把握不好 把握不好是怎么个意思 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 他身边总有一群男生围着 那时候一次两次也还行 但是每次去每次都这样 就是我们班男生比较多 女生比较少 上课问问你 你们班多少男生 多少女生 我们班三十个人 二十八个男生 两个女生 就俩女生 理工科专业是吧 什么专业的 电机自动化 自动化专业的 你看厉害了 这班宝贝是这意思吧 那无所谓嘛 他反正都是你女朋友了嘛 对不对 是 那他们班同学无所谓 那还有两个男老乡 而且还都是男的 他们之间走得太近了 隔山差五的送点礼物 送点吃的 那个吃的那不是因为他们回 就是回老家 然后带着家乡特产 然后都一块挺好的 我就感觉这根本就没事 那那个情人节送的玫瑰花呢 而且你还都收了呀 那我一开始不也是不要的吗 那我就是我一开始也是不要的 然后他们就老是说 我这才收下的 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是说 就收下吧 就当个礼物啥的 然后我就也是推输不过 他们知道有他吗 知道 你见过那俩吗 见过 他介绍过我是他男朋友 那不是就过来的 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就说 他不会处理和疫情之间的关系吗 玫瑰花也都接受 我感觉这个不应该接受我的东西 那我以为就朋友之间 就是一个礼物也没啥 你收了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就最后的时候就那啥 一开始我就是拒绝 然后就一想 最后一想是朋友之间 那也就没那么那啥 不是想他那 不是他那意思 说说你们 前女友的礼物收了吗 前女友 之后边我又给他寄回去了 那个寄回去了 你也比你做得好 寄回去了 不是 就是在我知道之后 他才寄回去了 他以前的时候没有 是你要求他寄回来 自己寄的 就是我知道之后他才寄的 我们俩当时就吵架了 他才寄 那他用过那个T恤刀吗 反正当时真的都已经开封了 开完封又寄回去了 本来是想收的是吧 其实我刚收到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帮个忙嘛 可能时间帮个忙送个礼物 然后也没在意 本来就是朋友嘛 然后他知道之后 我俩也因为这事大吵了一架 然后看他挺生气的 然后我感觉也挺不应该收的 然后就给人寄回去了也 寄回去了 对 就收了这一份礼物是吧 对 确实跟前女友没什么了 没有没有 之后为了我这么用清白 我把手机什么的 也都给他检查 教给他看了 那你以前的时候 你俩总不是聊天吗 有时候就聊到十一二点 我就不是大半夜都在聊啥 好